然后呢,你就觉得,嗯,我好像觉得这边不太舒服,这样,嗯,这里可能有什么样的鬼魔吧。 然后就,哦,真的,就有一个鬼在那个地方。 因为在晚上呢,会有那种噪音,那种蹦蹦蹦的声音。 我昨天晚上呢,就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 当我呢,在缠坐的时候呢,好像呢,就有某一个这样的影子呢,从我身边这样一闪而过。 我不知道,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昨天呢,我不小心一起来呢,就打破了一个杯子。 我一定是有什么鬼在干扰。 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你就开始觉得,嗯,我真的呢,看到很多的这些征兆。 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好,这个地方呢,就像那个鬼屋一样。 我想,也许呢,要搬到另外一个屋子去吧。 或者呢,邀请一位呢,非常具体的上师到这边来。 然后呢,你就请了某一位的上师呢, 然后呢,请他来加持。 然后呢,请他来加持。 那你就想呢,哦,现在鬼都已经离开了。 也许呢,这个对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呢,有一些帮助。 因为呢,你这个时候想着鬼的那个念头呢,已经稍微比较降低了。 但是呢,几个月之后呢,你那个疯猴子的心呢,他不愿意呢,那样子的松缓缓的安住。 也许呢,也许呢,这时候呢,你想,有一个大恶人呢,到了我这个地方来。 那么,随着他呢,就带来了一大堆的鬼这样。 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鬼。 他欢迎,很多很多的鬼。 所以, 那位, 那位, 他欢迎,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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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邀请了很多的鬼到我这个地方来。 啊, 现在, 全部, 现在, 呵呵呵呵呵。 所有的鬼又全部回来的 之后呢,又产生问题了 如果你搬到另外一个房子呢,那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搬到这个山顶呢,那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那么呢,你搬到靠近寺庙的附近,那一样是同样的问题 那么,因此主要的鬼在哪里呢? 在你的心里 你想着鬼的那个念头 因此呢,这边寄宋里面讲 男女妖魔及罗刹,为物之食为魔怨,能作各种种断章 这些魔罗刹,这个罗刹先生,罗刹小姐讲 怎么读书呢? 你读书呢? 如果读书呢? 就会变成英文 按照张文的字句翻成英文的话,就会像刚刚仁木杰那样子的寄宋 男女妖魔,男女妖魔,男不当魔女 所以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鬼跟魔它的本质是什么的话 那么对你而言它就真正显现成鬼跟魔的那样的情景 因此他们就给你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障碍 事实上是你自己在制造这些障碍 你自己给你自己制造障碍 我们今天有个朋友 那个朋友有一点骄傲 他是一个师生法的修行者 对师生法非常的善巧 而事实上他对师生法并没有真正的深入的了解 而且他也还没有证悟 然后有一天呢 他的一个朋友呢就建议他 如果你是真正的修持师生法 这样一个好的修行者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到那个天葬场去 西藏的那个天葬场 那个身体砍杀了以后 他说那当然我当然能够去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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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到了那个天葬场 但是呢 他的那个朋友呢 就从后面呢 悄悄的呢 就跟着他 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样 然后呢 他就骑着马呢 就往天葬场去了 然后手中带了一个很大的师生法的法骨 然后就有一个铃 那么当他到了那个天葬场的时候呢 他开始呢 变得好像有一点畏惧了 小小 因为他内心里面感到恐惧 他就这样四处的看着 有一点小心害怕的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悄悄的这样走着 那么因为他是骑着马去的 所以呢 首先呢 他必须要用个钉子呢 先在定义上呢 定一个桩 然后就把这个马绳呢 把它拴在那个地方 他就牵着马呢 然后就定那个木桩 他一边定呢 就这样一边望着四周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后面演出的那个朋友呢 就发出一个那个口哨声 他就觉得非常害怕这样子 然后就口中就开始念诵的咒语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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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衣脚自己钉住了 然后开始一直钉 然后看着四周这样 然后他心里又非常的害怕 然后就往生 然后他的朋友就从后面慢慢的来 就把他所有的法骨那些法器全部都偷走了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他慢慢的清醒过来 然后口中念诵的咒语 然后很恐慌的看着四周 然后马还在那附近 然后之后他怕着全身滑抖 他就是试着要骑上那个马 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太紧张了 整个那个骨头都僵硬了 所以他根本爬不上马背 他试着要爬上去又掉下来 要爬上去又摔下来 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呢 他回到了他家里 然后他的朋友呢就来看他这样 偉大的师生法修行者啊 你有没有去那个天葬场呢 有有有有 有什么事发生吗 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鬼 我想可能是那个天葬场的那个鬼王吧 他把我的 包我跟我的那个法器全部都偷走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能够修师生法 因为呢他偷了我的那个手骨跟灵 所以没办法修师我就回来了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师生法的修行者 他也是一种错误的 落入错误观念 他是假的 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假的这个师生法行者 有一天呢他就一样呢 在那个天葬场修着这个师生法 那边有的暴主 那边有很多枪 前面有 relate 事实上他内心里面有那种恐惧心,他不敢走路到天葬场, 所以他就爬到走上的墙上,就站在那个墙上,坐在那个墙上修十身法。 事实上他内心里面有那种恐惧心,他不敢走路到天葬场, 所以他就爬到走上的墙上,就站在那个墙上,坐在那个墙上修十身法。 事实上他也是想要炫耀他自己, 因为在那个天葬场的后面,他有一个小村庄, 所以在晚上他想炫耀他自己的墙, 然后他就这样修着十身法, 他就唱得非常地大声。 很大声地唱歌, 然后有些村庄里面有些人就听到了,他们心里想, 嗯,也许我们去考验他一下吧。 嗯,他们就披着那个羊的那个羊皮这样,羊毛。 他就这样子披着那个毛是向外的。 然后他在头顶上呢,就带着一个, 就是一个黑色的那个锅子,盖在那个头顶上这样子。 然后在这上面呢,弄了一个洞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放着一个那个, 毛牛的尾巴这样子,插在这个顶上。 然后他们就绕一大圈,从这个天葬场的后面呢, 然后进入到天葬场。 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地方, 躲在一棵树的后面。 然后这个修行人呢,就修着呢,唱颂着。 然后他们就先丢出一个小小的石头, 他就趕快的披着一声。 然后望一望四周怎么一回事呢? 然后这时候那声音呢,就低了很多这样。 一边念着呢,就一边注视着其他的。 然后之后他就慢慢地继续地修着。 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丢出,就是刚刚躲在树后, 又丢出其他的石头这样。 然后他就配着一声。 然后口中念着,越快越越越小声。 栗度母。 栗度母。 就你所认识。 栗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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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着栗度母。 就是栗度母的名号。 栗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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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已经忘了使用了这样子。 只有那个手鼓摇着。 然后一直念着绿渡母绿渡母绿渡母 然后就书后面的那些人又 哈哈哈哈地发出这个声响 然后他大声地 然后那边躲着那个人 就慢慢地这样走过来 哎呦 配的一声 因为他想到这个配字呢 是让那些鬼呢害怕的 要把他吓跑他们 但是他越走越近这样 然后他说 真的啊 这时候他就说 我真的 我真的配 哈哈哈哈 他就觉得越来越多 他就讲神圣的三宝 呸 所有的这些鬼魔呢 好像越来越靠近他了 他就把他的法骨丢出去 然后呢把这个铃放在他的腰间这样 然后这就逃跑了 再讲另外一个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 他一样呢 在天葬场中修持着 那一样呢 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就想 哎 也许我们该去测试一下 那个修行人到底 那他们就带着一个这个面具 然后很恐怖的 然后身上就披着像那个动物的皮 就干的那个动物皮 然后手脚呢 都是赤裸的 没有衣服遮壁 然后呢 就做了各种不同的装扮 那时候呢 事实上也是在冬天 天气有一点冷 这个修行者呢 就在天葬场中修持着 一开始呢 他们就制造了一些噪音 但是这个修行人一点都不在乎 甚至也没有事 他也不会去观望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呢 他们就丢了一些石头 也没有对他影响 然后呢 他们就跳到他的前面来 然后就吓他 然后他这个修行者就微笑着 然后有一只钢铃 我们讲的那个人腿骨 他就拿起了这个人腿骨 然后就这样拍在手掌上 拍了三次 在那之后呢 这些人他不能移动了 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而且那天气是非常冷的 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动 然后他继续修着他的私生房 然后最后修完了 然后最后他就睡觉 然后这些人都在那里一直在受冻着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个行者醒过来了 他就看着他们 他就看着他们 你们不是鬼啊 你们在这边做什么呢 然后他又拿起了那个人腿骨呢 然后拍了三下 然后他们就可以动了 然后他们就向他忏悔 好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打住 故事在这边打住 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物以妖魔成妇法 能与各种之成就 如果呢 你了悟到呢 那些魔鬼魔的本质的话 那么你可以说呢 他们呢就是妇法 因为他们呢 对你的修行呢 修行的增长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 有助于提升你的证悟 以及慈悲心 因此呢 他们就像某一种的妇法一样 You can say they are your teacher 你可以讲呢 他们就是你的老师 Or you can say they are like your 依侗 或者呢 你可以讲他们就像是你的本尊 那么究竟一中魔一空 说为穷尽分别处 这边应该是讲说为分别穷尽处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For the ultimate There is no ghost or demon There is no dhammapodictor or Buddha 那么究竟而言呢 没有所谓的鬼魔 也没有所谓的父法佛等 Everything is emptiness 所有一切都是空性 Everything is dhammakaya 所以一切都是法生 Namdo seser gyolosung means cease or complete gone All the thought of the ghost or demon Or dhammapodictor or deity 那么在当下你就只习了 所有一切呢 有关于鬼魔 父法佛等等的这些妄想念头 OK now This is a Finish about this Fold subject 那么在到此为止呢 就讲完了四个主要的主题 And here using Example of thought of the ghost 那么这边呢 它是用这个鬼的这种念头呢 来当做一个例子 Actually it's not only with thought of ghost 事实上呢 不单单只是这种鬼的这种念头 Thought of cup 比如说我们对于杯子的这个杯子的念头 The cup is just your thought 这个杯子也只是你的念头而已 Not more than your thought 在你念头之外并没有这个杯子 The table is just your thought 这个桌子也只是你的念头 你的想法 The table is not more than your thoughts 这个桌子呢 并不是在你的想法之外呢 它有个什么样的尸体 对不对 对不起 刚刚的 No more呢 怎么翻比较好呢 它只是个念头 所以说除念头外呢 没有这个桌子 没有这个杯子 这样子 这样子会比较准确 这样子会比较准确 Now the fifth subject of the main teaching 那么现在呢第五个部分 主要教授的第五个部分 这个指导的就是在我们金刚秤的教法当中 The Bajayana is actually the essence of all the yana 那金刚秤的教法 它事实上呢 就是所有一切称教法的这个精华 Within that tantra what the explanation about this perception of ghosts or demons 那么在金刚秤的这些密序当中呢 他们就谈论到 有关于这个鬼魔的这个实相 This perception of ghosts or demons are come from your inner movement of prana, bindu and nadhi 那么这些你所感知的这些鬼魔的相状呢 事实上是源自于你身体内在的这些气脉明点的这些移动 应该说气的移动 There's not really goes out there 并没有真正一个外在的鬼魔在那个地方 You're it's kind of like Displayed, how could you? Displayed, roll back Displayed, this is a display of your chi 那么呢,这就好像呢 这是你自己身体当中气的一种展现 一种化现 There's chi I think in Chinese, chi is easy to understand But there's many levels of chi 在我们中国当中呢,谈到气 有很多层次的这种气 Actually it's energy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能量 And there's a channel 而且呢,这身中有这种脉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脉 And there's a bindu 那同时有明点 Bindu means essence of energy 这个明点的意思就是能量的这个本质 Essence 精药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together Then you can see many things sometimes 那么呢,当这三者的结合在一起呢 所以呢,你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现象 Vovosa Goya Modang Modang Some people say, Oh, I saw Buddha 有些人讲, Oh,我看到佛 I think I have special connection with Buddha 我想我跟佛呢,有特殊的因缘 Buddha always give me advice 佛呢,他总是呢,在给我很多的教授 观音菩萨来我的顶上 观音菩萨到了我的头顶上 叫我很多很多法 教导我很多的法 Sensei, Jinten, Go Nhi Vosa So Jiliguru, Jiliguru Jiliguru 就说了很多的事情 Oh 不好啊 糟糕了 今天我看到鬼啊 不好鬼 看到了一个不好的鬼 And this demon try to harm to me 这个鬼呢,他想要伤害我 今天佛一点点 气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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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 今天佛不喜欢我 今天佛不喜欢我 That's why Buddha Today Buddha very angry at me I think Buddha make punishment to me I think 今天佛呢 对我非常地生气 这样 我想呢 他在惩罚我吧 This are just your perception of your energy movement 事实上呢 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一种感知 这只是那个气的 能量移动的缘故 De Rang Nang Zun Do Ma Shishin De Nang Na Shishin Do Ma 若不知彼为患 全由自身之所显 只以为持胜愚痴 If you are not recognized This is just your own perception If you think Oh this is real Something there I have special connection with Buddha or teacher Oh I see ghost I have the special power to contact with those ghost You know This is the big mistake You know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 这个真正的道理的话 那么你认为 Oh 我跟这个佛菩萨呢 好像有特殊的因缘 那么我能够看到这些鬼 我好像呢 能够特别的 去跟这些鬼魔呢 做一种联系等等 那么事实上 这是很大的错误 Then But When you have this things Seeing ghosts Seeing demons Seeing demons Lose light is very very real 于是呢 你看到了鬼 看到了这些妖魔呢 对你来讲呢 似乎是非常真实的 事实上它不是真实的 Even though seems they are so real and solid Don't believe 甚至呢 它看起来是非常的真实 而且是具有实体的 你也不用去相信 如果呢 如果你不去在乎它 你不要相信它是真实的 那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纵使呢 真正的鬼呢 要来伤害你呢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纵使呢 真正的鬼呢 要来伤害你呢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纵使呢 真正的鬼呢 要来伤害你呢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为什么这些鬼魔呢 它能够来伤害我们呢 这是因为我们有鬼魔的 这样的想法 有一个故事 关于一个师生法修行者的故事 有一个师生法的修行者 在这个天长场修持着 那么呢 有一个坏家伙呢 他特别不喜欢修行者 特别呢 是对那些修师生法的修行者 特别讨厌 那么他知道说 有一个师生法的行者呢 在这个天长场里面 在修着师生法 他就想 好 今天晚上呢 我要到里面去干扰他 如果可以的话 我甚至把他杀掉 然后他就到了那边 然后他就到了那边 那么那个行者就修着师生法 那么他将他的身体呢 就布施给五无量的六道的友情众生 然后他看着他就非常的惊讶 然后他就说 好 他就想好 然后今天要杀了他呢 他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块 就这样向行者丢过去 但是呢 他就没有办法击中他 然后他就靠得非常的近了 他就站在那个师生法行者的身后 他就站在那个师生法行者的身后 然后他有一把很长的一把箭 然后他就用那把箭呢 就把整个师生那个人的头呢 就拿砍下去 然后那个头呢就掉落在地上 然后那个头呢就掉落在地上 就滚下去了 但他仍然这样修着这个师生法 然后呢 他就把法骨放下来 把铃放一边这样 然后把那个头都拿起来 再装上去这样 然后再拿起房去 再继续地修着 然后后面的这个人呢 他就非常的惊讶 然后他自己就逃跑了 然后回到家里 他就想 这真的是一个真正很伟大的修行者 然后回到家里 他就想 这真的是一个真正很伟大的修行者 他心里面就产生了这种忏悔 然后几天之后呢 他就到了那一个修行者的前面 他就跟他讲 很抱歉 很对不起 那天你在天葬场里面修师生法 因为呢 我实际上很讨厌你呢 所以呢 我就又砍着你的头 这样子 他就问说 哦 那就是你吗 我想说那只是鬼 然后当下他的头就掉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是具有力量的 所以呢 因为呢 因为呢 他在修行中 他认为呢 这个只是那些鬼所制造的障碍 让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障碍 但是呢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人道众生的这种障碍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仍然有一种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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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仍然有某一种执着 一种固定的想法 哦 这是真实的 因为呢 一个真的人 砍了我的头 所以呢 那个头又再一次的掉下去了 那个头又再一次的掉下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头又再一次的掉下去了 所以呢 如果呢 那个人没有去跟他说 啊 对不起啦 怎么样 这些事情的话 那些事情的话 也许不会有什么事情 那我们是梦碑 五个月 马里 prostat 抢抢手 抢手 同时 在这些事情上习 我习未曾入道时 无名藏我 极迷惑 物以天魔之争损之为时 障解脱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讲到 米瑞莱爸自身 这个地方 甚至说 我 产生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那时候被无名所迷惑 因此我相信有所谓的鬼 有所谓的魔 有所谓的神等等 因此看起来他们对我好像有些帮助 有些会伤害 所以我们接着讲呢 成就上师开导故 通达伦虐毕近空 这个成就上师开导 那么我呢 由于这个尊者 玛尔巴的教导的缘故 Khonde kāduk meaburko Now I understand Samsara nirvana is one I don't have to make effort to achieve nirvana I don't have to abandon the samsara because samsara and nirvana is one 那么通达 轮捏 毕竟空 这个指的是 那么我呢 究竟的了解 轮回 涅槃呢 事实上是一体的 因此呢 我不需要做意心情的 想要去振得 涅槃的境界 也不需要呢 刻意的要去断除 舍弃 轮回的境界 接着讲道 所显 皆是大手印 无名无根亦无石 事明水月 即澄清 Now, whatever appears to me, is Mahamudra, 也就是讲的,在这个时候,我对所有的一切的景象都了悟, 它都是大手印的境界, 或者你可以讲就是法身, 但是, there is no samsara, 也没有痛苦, 没有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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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无身的, 它是无身的, 如同自明水月及澄清, 在这个湖面上映着月亮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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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是非常的洁净, 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圆满, 非常纯轻的, 在这个湖面上映着月亮的影子, 就如同这个样子, the recognition of dharmakaya, is like clear moon reflection in leg, very clear, very vivid, and very fresh. 在这当下呢, 你对于那个法身的认知呢, 就如同水中的月影一样, 它就会是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清净, 而且是非常的鲜鲜, 鲜明的。 我说, 你会是非常圆满, 非常的清净, 的。 接着两句呢, 光耀四日离云溢, 无名岸边得苏醒。 the realization of dharmakaya, in another word, is clear light. 那么对于法身的这个证悟呢, 另外一个名词呢, 就称为叫做光明, 有时候翻成明光, 那么这样的明光呢, 它比喻呢, 就如同是无云的蓝天一样。 就如同是无云的蓝天一样。 不是台湾的这种蓝天, 西藏的蓝天。 西藏的蓝天, 像西藏一样的蓝天。 像西藏一样的蓝天。 像西藏的蓝天。 非常蓝天。 非常蓝天。 没有云雾的, tell us, 没有任何的云雾。 凝 statements。 完全損失。 Clean, Deep blue, like that. Marimunba Thani Sang means the ignorant which is similar as dark, that is gone or liberated by itself. 无名岸边得苏醒, 无名就如昏暗黑暗一样, 它自己究竟的解脱了。 无名岸边得苏醒, 解脱于痴,疏诱, 真如云内得开醒。 无名的迷惑完全地都已经解脱了。 那么现在呢, 那些无名的迷惑呢, 在现在完全地都已经解脱了。 无名岸边得苏醒, 无名岸边得苏醒, 那么这边, 真如云内得开醒。 这句话指的是说, 那么在这当下呢, 好像呢, 有这样的某一种真理的, 这种镜像呢 从我自己的内在呢 开显出来 那么接着 执摩为时 乃妄念 由此妄念甚稀奇 一般来讲 这个鬼的这个念头呢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稀有的 就是像珍宝一般 为什么呢 这是很像年轻人的 然后它成为隐蔽的 隐蔽的隐蔽 隐蔽的隐蔽显仍是痍耻的 隐蔽的隐蔽 因此,这样的念头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法圣,因此这样的念头是非常的殊胜的 这边是无比的稀有,实在是不可失忆的 结束了,结束了,这就是所谓修行的果,在我们这里面呢,藏文里面是两个祭诵,在中文里面他就翻成了四句这样子,那么这四句里面后面两句,妄念骁龙,法性静,本来无声,圣其哉,这是最后面的这一句,西接美吉沙, 西藏文来讲,也就是说,它是无声的,也就是说这些鬼魔的深处它是无声的,没有基础。 然后呢 接着讲的就是Satib 它不断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去认识到这个境界 我们做回向 Zither Harp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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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